近日,据国外媒体报道,以色列空军空袭了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不惜一切代价地对这些伊朗军队的地面目标进行了毁灭性的精准打击,而这次以色列的不宣而战,也让中东局势陷入失控的危险境地,或许恶战将再度一处激发。 据悉,这次空袭行动中,以色列的F-35也呼啸而过,并且声称这是一次报复性的打击,目的是为了报复伊朗前段时间使用导弹袭击以色列的行为。 因为伊朗核协议被撕毁的原因,在短时间内,伊朗不能进口他国的任何武器装备,这也使伊朗如今陷入了窘境,只能靠那些老爷装备进行防卫,以色列也就有机可乘了。 但是他们的这次空袭,也遭到了俄罗斯军方的警告,在短时间内,以色列应该不再敢向伊朗发起第二次进攻了。 伊朗虽然在其他方面不如以色列,但是在导弹方面,可谓是无敌状态。 这一点可以从前段时间美海军靠近伊朗,伊朗部署上千枚导弹的事情看出,伊朗进口了许多的导弹,包括中国的红旗二防空导弹, 而且还有自己研发的一些防空反舰导弹,这些导弹若是一起发射,论谁都抵挡不了。 在空中伊朗当然不可能是F-35战机的对手,毕竟这款战机堪比歼-20战机,伊朗并没有能进行空战的能力。 毕竟这款战机的先进程度,远远不是伊朗那些老野机能比的,其性能自然也不是伊朗可以比的,完全可以在空中玩虐伊朗的战机。 所以伊朗只能靠着导弹,进行自己最有威射力的防御。 伊朗的导弹方面并不是非常的先进,但是还是能起到威射作用的。 他们自己研发的导弹还算是可观。 还有一些进口的导弹,比如中国的红旗二防空导弹,性价比高。 所以伊朗也是买了不少,到现在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毕竟中国的出口货,就没有什么能让别人失望的,都是物美价廉的东西。 红旗二防空导弹,它是中国唯一有着实战战机的导弹。 在上世纪的60年代,击落过美军的高空侦察机,战机还算是可以。 伊朗采购这款导弹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款导弹虽然已经半个世纪,但是其威射力还是存在的。 虽然性能是不如现在的导弹了,但是打下一些不算是太过先进的战机。 还是可以的。 您是两条事仰和您。 好了,您要先看看。 也不照义,您是我们的订阅会。 您和您倒匀打电子插门的优优,您不用找 freedom。 您呢,您将来问到哪里,您您可以看。 您可以找到哪里,您可以找到哪里,您。 您可以用在哪里,您的身份。 您抠哪里,您可以做自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